你好,我是莉莉 今天是2023年的3月14日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为什么说强国的房子用不了多久 也会像车企一样开启降价大选卖模式 2022年9月7日 观察者网报道 在股东大会上 保力发展董事长刘平表示 今年应该是我们从事这个行业 30年以来最特殊的时期 如其所言 今年以来地产行业的风暴异常凶猛 在这场大洗牌中 规模越大的房企面临着越大的规模和资金周转压力 而除了民营企业 部分央国企也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寒冬的到来 8月31日 位于武汉市汉阳区的保力亭瑞月江台县房项目 宣布降价销售 项目员均价每平方米18500元 最多降到了每平米12700元 一口价任选 平均每平方米降价幅度高达5800元 该降价行为引发了巨大的社会语论 老业主和购方者同时涌向售楼处 随着武汉市汉阳区房管局的介入 项目公司随即停止了上述项目的商品房销售 并承诺将款项原路退回给购房者 这是发生在半年前的事情 其实当时不仅有武汉房地产商要降价 被当地政府给拦住 还有深圳的房地产商也遭遇了类似的事情 地方政府为什么要阻止地产商降价呢 原因就是地方政府收入的一大半都来自卖地收入 若是房价降了 地价也会降 那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就会降低 现在经济形势又不好 财政转移支出的东南沿海福省 自己都出现了财政赤字 还怎么把税收上缴中央 然后再转移给其他贫穷省份 中西部省份当地的企业日子又不好过 税收也在减少 若是卖地收入急剧下降 那地方政府的维护路销堤坝的资金 以及给公务员教师花工资的钱就减少了 因此地方政府出于自己利益的考量 就想尽一切办法维护住房价 维持买房还能挣钱 最起码能扛得住通胀的假象 然后再忽悠人们进去接台 让房地产商拿地 再者很多公司和企业的抵押物 也是房子 若房子大降 金融体系会崩盘 2022年一半以上的住宅用地拍卖 是被地方政府平台买走了 政府自买自卖 自导自演 虚构卖地 一是要维持房地产现在 还很不错的假象 二是为了掩盖地方政府债台高筑 入不敷出的事情 去年政府卖地收入下降了23% 但是如果有一半是自己的地方政府平台购买的 则卖地收入实际下降了62% 现在离观察者网的报道已经过去了半年 这半年是政府房产中介媒体轮着花的忽悠 说什么房市又起来了 房价又涨了 他们现在的策略是能忽悠多少韭菜 就忽悠多少韭菜进去 继续用学期房 绑架孩子的教育 让重视孩子教育的家长去买学期房 或者哪哪又通地铁了 让人们买地铁房 反正就是不让房价下跌 但是这种情况能一直维持下去吗 我们看看这几天疯狂降价的车企 为什么降价 不就是支撑不下去了吗 汽车价格跳水 原因就是新车生产太多了 为什么生产那么多新车 不就是各省为了GDP 为了税收 为了就业吗 因为汽车产业是仅次于房地产的 第二大耐用消费品产业 上下游还有配套产业 能养活一大堆人就业的 于是吉林 湖北 上海等省市都争相发展汽车产业 但是现在大家囊中空空 再加上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车子 轿车饱和了 于是地方政府补贴车企开启了 大降价去库存 品牌价值 价格包袱都顾不上了 给钱就卖 底层逻辑就是活下去 这个序幕刚拉开而已 今天大甩卖的是汽车 用不了多久就会轮到房地产 房价在前几年就有下跌的迹象 可都被政府人为的拉住 但是政府有能力一直拉住房价吗 有的人说汽车可以降价去库存 因为汽车产业虽然带动就业 给政府创造税收 但和房地产相比 绑架的东西毕竟少 再加上老百姓买涨不买跌 因此汽车卡与降价 房子不会降价 要想去库存还必须涨价 2015年的鹏改拆迁 是地方政府拿到 国家开发银行的低息贷款后 开始给拆迁户现金 让他们随便去买房 最主要之前 由于老百姓的六个钱包 还有点钱 其他人看到房价上涨 家里有点钱的都疯狂涌入房市 使得房价大涨 随之地价也大涨 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大涨 还上了国开行 或者其他支持鹏改的银行的贷款 现在老百姓的六个钱包空空如也 收入还在下降 就是告诉他房子涨价会挣钱 他也买不起了 首付和每月的房贷上来争取 现在出生率越来越低 新生儿数量跌破一千万 城镇化又接近了尾声 靠农民进城也挽救不了房价 房地产商不降价 房子卖不出去 你不买他不买 开发商现金流不要了 房地产商建筑商装修商材料商 欠银行的钱怎么办 欠着一直拨还 银行能受得了吗 央行印钱给商业银行 那不就是金元券吗 习近平的政权不要了 排行前50的房地产商 欠银行就有20万亿 中共国大大小小的房地产公司 9万多个呢 银行有多少钱没有收回来 房子降价还能回流点资金 房地产商和银行还能尽点钱 就像车企 若是房子不降价 在那干耗着 没人买 就像血液不流动一样 那就死翘翘了 现在地方政府和房产中介 还在忽悠人进场买房 等最后再也没人买的时候 房价就不得不降了 而这个时间点越来越近了 原因就是有钱能买得起 现在这么高价钱的房子的人 越来越少了 最后房子就会和汽车一样 开启大甩卖模式 SVB银行到中国去就牛到啥样 我可以告诉大家吧 原来摩尔根银行到中国去 中国国家副总理是要接待的 哪次来只要要求一定会接待 副总理 主管经济的副总理是要给着面子的 美国银行 瑞士银行 这是共产党的规矩 其他银行呢 那就不可能了 是吧 央行呢 见你就不错了 SVB银行到中国去 副总理接待 财政部长接待 不但如此 央行每次有时间都要陪着吃个饭 聊聊数字货币 而且谁都知道 SVB银行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科技中的科技 明星中的明星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